中共总理温家宝欧洲访问的行程告一段落 有评论人士和网友对于他在英国的演讲发表评论 希望温家宝不要只是嘴巴讲 更重要的是立即行动 而28号在中德磋商会上 温家宝的耳机在默克尔总理谈到敏感话题时 突然失灵也引起了媒体的评论 温家宝新期在英国皇家学会 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变化 及未来中国的走向为主题发表演说 他表示目前中国社会还存在着贪污腐败分配不公 以及损害人民群众权益的种种弊端 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 是坚定不移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 对此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认为 更重要的不是怎么讲而是怎么做 中共当局现在所做的事情 实际上是违反中国自己对国际社会的承诺 中国政府只是根本没有 就是这个占中饮想 这个民族发展 这方面 反而就是在很多方面 算是拿场对联征 包括人民 那方面的攻击 而且就是很多地方 包括透明委员 还有其他的维权人士 维权律师 网络工作者等等 这个过程都是我想 他们的自己的法律人员 网友Hilohong说 作为总理不能只是相信 他的责任是要去将健全的民主法治实现 人民不想等了 请问总理立即行动吧 就算以你说的方式和形式来实现 也比指信不做强 而28号在中德磋商会议上 当德国总理默克尔提及爱卫为胡佳 以及敦促中国尽快实现司法程序透明化 和改善外国进华记者的工作条件等 敏感话题时 温家宝的耳机突然失灵 信不清传来的翻译 德国之声讽刺温家宝的耳机 具有智慧 是智能耳机 德国之声报道说 这个画面有它的象征意义 因为温家宝已经拜访德国五次 每一回会谈 德国政府都提及尖锐的话题 比如言论自由 可是每一次都没有获得中方太多的回应 之后在记者会上 一名德国电视台的记者 突然高举一只金色招财猫 高呼为了庆祝中德达成巨额经贸协议 要送给温家宝做礼物 他抗议两国领袖以经济挂帅 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则轻轻带过 会场外也有人权团体向温家宝示威 更有人高呼西藏独立自由的口号 一位名为戴套安州的网友说 又是一些随风而逝的大话 所有的一切都是说辞 一如既往的缺少实实在在的数字 而网友ChinaOcean认为 温家宝表示 中国将充分实现民主法治和公正 如果要中国的法治进程给个时间表 我希望不是一万年 不过温家宝已成为中国互联网敏词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在新浪微博 查看网友们对温家宝演讲的评论 以温家宝为关键字搜寻 却得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新台记者黄力达 林平 朱棣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黄力达 林平 朱棣采访报导 文字幕志愿者 品福